嗨 各位 事都没有错 今天专程来到综合区这一代 那其实这个地方有非常多家 评价很高的日料 像是二男小家 哥吉所商 还有待会要吃的这一家羊 那他们家的海鲜丼 可以说是值与量的兼具 但是价格相对的也不会到非常贵 那待会我预计 想要试一下他们的胆固纯动 一听就是想吃嘛 OK 那我们就准备 好的各位 我已经就说了胆固纯动 好不好 外观上看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上面就是满满的一层海胆 然后还有一点像花枝啊 鲑鱼 还有一颗炙烧干贝 然后还有这个炙烧应该是蝶鱼 那我是坐在吧台的位置 老板就在中心这个现场制作 看的真的是非常的有feel 好的 那我就开始用餐了 那我就先从这个日本海胆吃起 看起来看起来有点爽 先来吃原味的酒吧 味道是相当的纯 然后它的口感是很滑的顺 就这样下去了 不用配酱的味道就很不错 至少干本配一点酱油 这个看起来就是很爽的嘛 可以注意吃一吃的口感 配上它一点淡淡的炙烧的香气 我很想要配一点饭 只是它的料太满了 我得一层一层的先吃下去 好 再来吃个花枝小黄瓜 再加一点酱油 这种厚切的花枝真的口感好吃很多 再来吃一条很肥的鲑鱼 应该是鲑鱼布吧 这种先咬到我的嘴唇 有点痛吧 真滴肥的鲑鱼布 再来吃一下它的鲑鱼碗 渐渐可以配的饭爬一点 稍微有点空间 我觉得它的每一个料都是很有质感的攻击 我得先把这片鲑鱼吃掉 不然这里还拥挤 加一点酱油 这个绝对是我自己吃过最常的海鲜肉 鲑鱼真的好肥喔 用这个姜丝刷了点酱油到海带上面 下面还有点鲑鱼米的 这个口感是非常多元 不会是胆不全的 这一口感觉好爽 有海胆有鲑鱼还有点海带牙 这个才是海胆嘛 爽度很不一样 这一片应该是纯干吧 我也感觉 其实我觉得它的每一种鱼都是非常好吃的 感觉它自带了一点 把更深层的一个咸味 再来一点海胆配上这个鲑鱼卵 好美 真的很美 海胆本身其实就是很鲜很舒服 所以说你配上我的佐料 味道不用太转 就像这个鲑鱼卵一样 再来一份 口感真的很棒 再来吃这个应该是智商蝶鱼 然后上面淋满了海胆跟虾米 再来这一口 这个区域不得了了 这个海胆会有点太多了 一口吃好像有点尸体 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海胆真的是优质 再来一片鲑鱼 看起来是比较瘦的不纬的鲑鱼 又香又爽 然后真的是比较瘦一点 但是还是好吃的 再来这一片应该也是鲑鱼吧 很不太清楚 好的我剩下最后一片鲑鱼 跟两滴海胆 真的是消失的非常快 但是整个过程是很远 真的是很远 从最上面来一层海胆 很滑很顺 然后鲑鱼卵 然后鲑鱼的 再配上这种一块一块的鲑鱼 红鱼 是很完整的一个过程 最后一片鲑鱼 非常感情 但是有机会 我一定会再来试一下其他口味 我有点它的味噌汤好 旁边还有点鱼肉 哎呦呦 这好像是鱼肚的感觉 我喜欢这种味噌汤就是 汤点身的咸味不用太脏 但是料很多很实在 好了各位吃完了 那我觉得啊 真定优质好不好 4.6颗星真的是 吃完那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真的是讚啊好不好 好那像我是11点40来 它是11点40开 那你最好是可能30分吧 像我是定一波进去的 所以就不用排队 但是因为它店也没有说很大 所以只要一满呢 你就要再等可能30几分钟 不过我觉得值得好不好 真的值得 像我点的那个胆固纯动 真的是吃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那它原价好像是560 但是它说 因为今天这个海胆是日本来的 所以要加100块 变660 那完全没有问题 真的是很舒服 很值得 真的推 各位真的有机会来综合 试一下 那我自己也是非常想要二刷 改天再来试一下 他们家其他的丼饭 OK 那以上呢 就是这一次羊日本料理的实际 感谢各位 那我们最后下部影片见 拜拜 拜拜